那么这一次的圆归台风 相信大家都很有感觉 尤其12号清晨的瞬间暴雨 让花莲市区许多的地区都出现了淹水的状况 包括了重庆市场、北滨外环道 还有国福防循道路有汽车误入积水受困 市长为家闲车业未眠 监控花莲市的灾情也只是相关单位即可抢救 圆归台风带来的好大雨 让花莲乡亲十分有感 花莲市上志桥12号清晨的水位满涨 让过路人相当紧张 而重庆市场也因为瞬间大雨 加上污水管线系统回流 出现了水淹极吸的状况 国福防循道路也因为积水 有车辆没有看清楚路况而误入 造成车辆被水淹盖 所幸人员及时逃出没有伤亡 还有许多路数因为风大雨强 威胁到电杆线路 施工所也派员前往修剪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所有人员都进驻相关的抽水站 也进驻的相关我们待命的一个部分 不论是清洁队也好工程队也好建设客 那民政客都在做相关的待命 以及危机的处理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今天在重庆市场周边 也有一些积水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大概研判应该是污水管的一个爆管的一个状况 所以造成路面有相关积水的问题 那也跟建设处做的相关的联系跟通知 那这个部分也做的相关的排除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次的食雨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那我们曾经有达到在一个小时内有55mm的一个食雨量 造成我们的一个排水宣泄的上面的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防汛道路的部分 也有车辆被水来做相关的受困 那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如果遇到相关的台风好大雨 一定要谨慎的驾驶 一定不要到其他的地方造成受困的一个状况 另外北边外环道也因为雨量太多 抽水马达不及运作 造成整个寒洞撤到淹水 施工所立即放上禁止进入交通锥 也派工程队前往维修处理 台风警报警却华联士工所灾害应变中心彻夜监控 一间或灾害通报立即出动前往抢险修复 一刻不敢生气 要守护花联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